我们首先学博人要懂得吃苦 因为我们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吃苦的地方 今天生活在人间 我们要懂得人间的吃苦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心中有目标 我们要放得下自私的意念 和我们不平衡的心 看见别人拥有了 我们也想拥有 看见别人得到了 我们也想得到 而这种心会一直在你的本性良心当中 骚扰着你的真性 长此以往 人会越来越贪 会越来越恨 所以就会做出越来越不得体的痴心 所以妄想的人一定会痴心 我们在社会上说 痴心妄想 它就是这个道理 希望你们放下遗憾的后悔 不要让自己陷入痛苦 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遗憾 但是我们不能陷入在里边 我们要解脱 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 这就是色即使空啊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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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